圣经里面都讲到人的问题 我们会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做人 他如果是一个敬畏神 他的行为是非常政治的话 那么他的结果是美好的 但是过程是非常辛苦 不一定是顺利的 但是最后就是美好的结果 那么我们的人生的道路 我们所造语的遇到的通通过 希望我们从约瑟所表现出来的 能够成为我一个人生学习的方向 这个来把这里所写的字 神猜前我 在你们以前以前来 这是约瑟对他的哥哥讲的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五章 因为那时候迦南北有疾观 那么那时候呢 雅各就是耶稣的爸爸 雅各生十二个儿子 那么耶稣是第十一个 所以他的爸爸叫他 使得哥哥呢 来到埃及呢 买两食 那么这个四十五章 四十五章这里呢 是已经是第二次了 后来呢 约瑟跟他们相认 我们来看第二节 约瑟跟他们相认的时候 他放声大哭 太久没有看到自己的语言 第一次跟哥哥他们见面 耶稣是躲起来哭的 过去他哥哥对他们的不好 他都没有客观在心里 他的心是在太观太观了 好像还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是躲起来哭的 那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呢 他已经受不了 连躲起来都没有办法 看到哥哥他们收拽 那个爱心 想你的心出来了 当然这时候 这个哥哥们是很害怕的 原来这个爱情的宅相 就是弟弟约瑟啊 但是呢 但是呢 约瑟也不会安慰他 所以第五节这样讲 你们都要以为把我卖到埃及 就自己恨成结束 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对弟弟这样不好 你们不要这样想 这里说 这是神餐我在你们以前来的 为了要让我们全家人有粮食可以吃 才有生命保存下去 那么第六节说啊 饥荒已经过了两年 还有五年呢 不能种道明啊 不能跟种啊 也没有说成啊 阿们 所以这里他讲得很清楚 神猜浅我来 神猜浅我 在你们以前来的 为什么呢 为让你们的生命能保留下去 为了要救你们的生命 因为约瑟在那边是第二大的 一遍 最大的是法老 法老不管是通通交给约瑟 所以有约瑟在他们就有粮食可以吃了 他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保存 所以耶稣很清楚 他去埃及是神猜他过去的 那么另外的地方有记载他讲的话 我们等一下才讲他自己讲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诗篇里面 不是他讲的 来看诗篇一百零五篇 第十七节 那么在这里说 神在以色列人以前 打发一个人去 他就是约瑟 好 这边不是约瑟讲的 这是诗篇的作者呢 他所写的 诗篇的人写出来的 就是有一个被圣语写出来的 约瑟是埃及士神事先猜派过去的 好 我们来查考 他怎么过去的 他怎么样在神猜 既然是神猜前的 他过得是不是很顺利 还是遇到很多的苦 这个故事要从《创世记》三十七章说起来 那么三十七章这里记载 第二节记载 雅各的孩子们 其中一个叫做约瑟 那时候是十七岁的时候 这个八八九教导以他 来看第十二节 那个十二节记载 约瑟他们呢 约瑟他们在世界那边牧养 在世界那边牧养 那么做八八的雅各很想念 那时候他就叫约瑟去看哥哥们 很希望爸爸呢 得到哥哥们的消息 那么哥哥他们平安不平安 那么约瑟也听话 就听爸爸的话去找哥哥们 因为过去的交通不像现在那种方便 更没有现在的GPS 所以他走迷路 很辛苦的要找哥哥他们 他从他们住的地方 就是西波隆 一直到西坚 听说要一百公里 那么这当中这条路 不是很容易做的 这当中可能有老虎 也可能有狮子 有可怕的野兽 但是约瑟听从爸爸话 他到了世界那边的时候 看不到哥哥们 后来有人说 哥哥他们 你哥哥搬走了 搬到十七坚那边 你们很快的告诉我们 到了多滩的地方 不要帮助他 要这样讲才会 不要等他等到半天 等到半天 就搬到多滩 那么一间到多滩 一定是二十公里 所以说从他住的地方 一直到多滩的地方 走了旷野路一百二十公里 可能是从这边 到那个 哪里他们家还没有到 哪里有没有家几公里 从这边到那边 哪里他们家是一百零六公里 哪里有没有家几公里 哪里有没有家几公里 就是还没有到你们家 还没有到你们家 但是你们路可以走啊很清楚 哪里有没有家几公里 没有路可以走啊 哪里有几公里 哪里有家几公里 搬入很多的野兽了 后来他终于找到哥哥他们 应该是高高兴兴才对的 他本来看十八截 他哥哥他们远远看到了野兽 大家就三两条这么样的害死滴滴 后来他们决定 把他抓起来 丢在一个坑里面 把第二识解证 如果你们看了《创世记》 这个四十章以后 他的哥哥他们曾经后悔过 那是以后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抓颜色的时候 哥哥也在喊 颜色也在喊 哥哥 不要对我们这样 没有人听他的话 没有一个可怜他的 把他丢在坑里面 我们想看看 他要去安静 神有这样的方法来对待 神有这样的方法来对待 我们想看看多么多可怜 但是没有办法 哥哥哥他们这么多人 他只有一个人 把他丢在坑里面 没有把他丢起来的话 没有水可以喝 没有东西可以吃 一定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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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们 不管做任何的建筑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别人不会欺负我们的 欺负我们自己的人 你们不要觉得奇怪 你们不要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教会这样 我跟我的体会 比你们还要甚 我来这里没有人爱我 真的没有人爱我 我们是会主因素常福音 我们是会真意素教传福音 我过去受了多少的苦 05年到07年 是牧道者在照顾的 没有牧道者的话 怎么会有机会的地方 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想打你要做传道 你要做神的工作 魔鬼不靠心 他要五十几家里的人 来逼迫你啊 今天你都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往后退的 我从来没有往后退的 我知道床飞是正确的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不要以为 你做神功 人家都莫名的 不要努力哦 来来我帮助你哦 不要这样想 什么苦我们都要忍耐 像岳神一样 后来耶稣有人把他救起来 谁救他的 第四哥哥哥 就是犹太 犹太 犹太这样想 现在哥哥不在 他们把他救起来 他们把他救起来 但是 卖给 伊斯玛里人 不是 伊斯玛里人 你们马上告诉他 所以说 卖给伊斯玛里人 那么伊斯玛里人 卖给埃及的副委员长 就是郭吉他 我现在也讲 那个犹太 第四哥哥哥 他把他弟弟救起来 因为如果一直在里面 一定是得 他是第四哥哥哥 后来 他的后代 蒙神的祝福 什么 大会就是他的后裔啊 耶稣的肉体的父亲 那个玛利亚的丈夫 就是他的后代啊 了解吗 明白吗 耶稣的巴巴拉 哦 巴巴耶稣 简单这样讲啊 那就是 这犹大的后裔啊 那大会他们就是 从犹大那边来的 我们要记住哦 我们不要随脱主流 不要跟人家一样 那种坏事 害人的事 害人的事 不要跟他们一样 我们要做爱心的事 修人的事 你看约瑟 就是那个犹大后代 蒙神的族 好 那么 耶稣被迈到爱心 等等 圣经记载 我们来看看诗篇 诗篇一百零五篇 诗篇一百零五篇 刚才呢 我没有翻过 但是我还没有解释 要按照顺序的诗篇 来看诗篇一百零五篇 十七节 这篇讲到 这篇讲到 神在他们 就是以色列的以前 打官和人群 就是 约瑟被卖给奴仆 那么奴仆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工钱 工作没有工钱 可能不拿饭给他吃也不一定 然后没有地方可以住 是这样子啊 过这样的生活 雅各这个家庭 是一个富有的家庭 在当时雅各汉的时候 这个家族 南丁有三百一十八 到了伊萨的时候 成更多 那伊萨以后呢 是雅各负责嘛 所以伊萨在年轻时代 在当时会穿彩衣呢 在当时会穿彩衣呢 那过得很好啊 但是这个说变成奴仆啊 我看那个约瑟一点怨言都没有 他默默地在这个菩提法家里工作 对 他凡是感谢 他没有对神话变远 那么我们就看看神与他同在 来看三十九章 三十九章这里 第二节记载 约瑟住在他主人家里 那么神与约瑟同在 让他所做自己非常顺利 所以主人看到神与约瑟同在 外邦人看到神与约瑟同在 三个月 我们连总的总负责 开门 不是开门 上一个月 开门 我们连总最大的来这里 他回到台湾以后 他一直叫我赶快写 这边的见证 他怎么讲呢 我看到神在柬埔寨 我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他这样讲的呢 神 他看到神在柬埔寨 哇 我们在十八章的恩典最值特别多啊 比如说书幻的改变 然后一个阿婆陀佩的支起来 本来乙圣要用村长的力量挡我们的聚会 结果呢 他太太得到圣灵了 难怪这张老说神已经在同在 我们要感谢神了 但是耶稣那时候 是外帮人看到神与耶稣同在 我希望我们弟兄也好 或是佛病也好 我们都在社会上工作 阿尼也好 在政府机关工作 希望神他们看到神与你们同在 你们的环境很好啊 你们不是奴仆啊 你们不是奴仆啊 你们要感到耶稣 让他们看到神与你们同在 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他会很珍惜的 没有你们不行啊 后来主人啊 把所有事情交给耶稣 我们来看第六节 老板呢什么都不管啦 他只有在想 我要吃咖喱鸡咖喱饭 要吃什么东西 什么都不管啦 吃饭老板 像我现在一样啊 吃饭传道 不是我在做的 都是你们做的 所以我是最快乐啊 不是吃饭传道嘛 神与我们同在 你们样样都会做啊 我们是神的儿女啊 要让人看到神与你们同在 要让人看到神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环境比业势还要好 我们的环境比业势还要好 他最低级的当农仆的 他最低级的当农仆的 后来在菩提花家里 当总经理啊 老板都不管的 输入多少 我问老板 问老板 就先成為 mother 又等 apan 要吃这粘粘 他就很厉害了 他就是吃饭老板 神与于之同拍 所以现在我不要跟大家讲 你们不要怪我爸爸怎么样 我妈妈怎么样 我书得读得不好 昨天我们去拜访一个软弱的媳妇 他的叔叔是当老师的 结果他哥哥的孩子都不做功课 咱们会玩啊 后来他讲啊 妈妈做工作工作工作 你不做得要面对老师坏 一定要人家讲啊 你为什么要做功课 一定要爸爸妈妈讲呢 那是你的工作啊 你有努力 有好的结果啊 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工作啊 不要说人家对你不好我就不工作了 别人对你好你才工作啊 今天这个工作是合神的旨意 我们要为了绝对中心来做 我们要做给神看的啊 了解吗 这非常重要啊 我刚才有讲过啊 其实昨天我在想 因为今年开始 台湾总会面负责 他们一起讲 什么都要买土地 什么都要买土地 我听得很高兴 从此以后 我们有好的会堂 很多地方有 很多地方有 那感谢主的 但是呢 如果以前没有志工的话 没有爱耶稣的目道者的话 现在没有你们的话 那有什么结果呢 有今天呢 所以我继续要讲 我们志工继续做 不会放掉 尤其在辽管开始做 尤其在辽管开始做 就是我们志工继续去做的 所以我们一直看以前的帐篷 05年到07年 就是目导者给我们的力量 尤其文臣一直奉献到08年 以前我们的房子在佛顶的 每个人都是他出现的 这段时间没有他们的话 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 现在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虽然得到一点点而已 最近我们吃得饱 而且我们每天的联修生活 我们要珍惜的 尤其今年开始 全世界最大的肉位就是台湾 美国很多传道是台湾的 很多地方都台湾帮忙的 所以说台湾进到这里 真的我们很有福气 但是我不会忘记 过去很多目道朋友的努力 过去很多志工的努力 真的昨天我在飞机上调研电 不是我的能力啊 我一直在想 都是主义书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 要离开这里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这样做下去 那么今天台湾六更年多 希望更多的大学生当传道 因为现在读神学的都要大学以上 但是人不要说我们要读的 我就不能工作了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是要给你奉献给主的 神都要用的 于是那时候 这个奴仆 奴仆 他会生生到中间 以前是一种外在的 肉体的肯在攻击他 但是后来呢 魔鬼出来了 老板娘要引用他 长得太帅了 但是耶稣不要 跑掉 哇 这个呢 物证在那个女人的手中 有证明啊 因为耶稣的衣服在 不替我太带的手中吗 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皮带啊 这个倒不开的啊 让衣服整套这样的 你还抓我魔鬼的手 很有力量的啊 跑掉就把它吐掉 喂 跑掉了 原来你们都没有衣服 老板娘来了 就把棺材进来 其实耶稣 如果他要亲人家保证 他是没事的 因为在菩提法家里 他最大 耶稣最大 他会请几个保证人 他没事的 他会被关在监牢 但是菩提法外打太太 他会想外面 你偷偷没有转过 因为约是在那个家最大 如果他叫家里的人来证明 菩提法被相信的 菩提法被相信的 菩提法是大大太太的 你不这样子啊 我们今天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对人家欺负 不要去声音 你要声音的话 主义是不理你的 只有人要可怜你 主义是不理会给你做 你们要记住这一点 你们也很喜欢这样讲 不像讲 但是要你做得对 神同在 什么会帮助你的 后来被关在监牢 奇妙不奇妙 后来又两次人做梦 他解释以后 一个出去了 一个被杀死 那出去的人呢 耶税有交代 我是被害的 所以已经让法老要告诉法老 他太高兴了 我自由了 我就忘记了 过了两年以后 法老做梦 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 他不能想到耶税 那是才在耶税出来 来解释法老的 那法老说 在全国的埃及人哪一个像耶税那么有智慧 那时候我三十岁 好 我们算一算看看 从十七岁他受苦 一直到三十岁 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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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短也是很短 长也是很长 但是不过年纪三十而已 全白基督他管的 他才能够去照顾他的哥哥们 他的爸爸奶奶 他在埃及 他说是神叫他先过去的 那圣经说是神叫他过去的 好 我们要好得想 今天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生命来的 我当传道也好 主耶稣叫我来的 你主耶稣生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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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像耶稣那么恐怖药的 有吗 你有没有被人丢在坑里面 你们都听到一点点而已 以前台湾有一个之后 对于台湾有一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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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些实际上每天人中 你都听到那么来 还会是中国人中 他ffướng火木还占分装 和普 dev酒生来的 也会是台湾有一个 她好像我的主管一样 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她是工厂的 因为台湾派的都是大的 好像我们中国大陆 派那个工人来这里 这个也是大大的 不是小小的 大大的 是信徒 马来西亚派来的大大的 她是基督人 她们的工厂五点半有祷告会 她们的工厂传统一 来到教会 你会吗 你会吗 你会来吗 你会想办 你会想办 我最想告诉大家 主耶稣因为同在 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 为什么你不珍惜神经的机会呢 我一直想要叫张经兵回来 最先要当传导的就是他 他看到夜梦 他偏听他妈妈都会要到外国家 为了什么要赚钱 结果他一到那边生病了 他妈妈花几万块 但让主耶稣怜悯他好了 他有罗卡 然后他来修行一个 这个时候他是联合的 我想说他大学毕业 能够来做传导 结果他也是听妈妈的吧 不来的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的信仰这么自由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见证 不管人家对你怎么样 你要反之感谢 绝对不要一个报仇的信 我们来看看 耶稣最后一段的他的事情 创世记来看第五十章 创世记来看第五十章 因為爸爸已經死了 所以哥哥他們在想 因為爸爸以前還在 因為耶穌看到爸爸 所以在照顧我們 但是爸爸死了 他一定會報仇我們 耶穌聽了以後 十七節記載 耶穌又哭了 我左邊的一樣 有時候一激動就哭了 我一直哭了 我的意思是很有安心 你們怎麼不了求我的心 兩個個胖的要命 一個一個伏伏在地 一直拜一直拜 我們來一起練二十節 從十九節開始 一直到二十一節 我們會看到耶穌的心怎麼樣 來一起練 要先託一聲 中文字幕——YK Các bạn hãy đăng ký kênh để ủng hộ kênh của mình nhé. Chỉnh sống Miguel của mình cho đến Bại trìmh S payinghen cho đấy. Chỉnh sốngimmung là trìmh tay của mình trong phần nhân. Không sao ho nhằm quanž. Chỉnh sống có ngī phương 1t như anh ấy và tú hỏi 0 tệ m inver khấu. Nếu và phân ch kok sẽ lênalyềng h belts, 约是用心爱的话,安顾它们。 它五十章的第,二十一节。 这个做几个话。 再看三十七章。 第四节。 , și弟。 节奏。 リ quad掩盖。 宇宙教徒服鑶。 阿们有没有必要跟帖色的吗? 没有的,没有的 没有的 现在你们这一篇 37章四节 你们这一篇五十章 81节 你们方好准备了 好,这边见面,你们见得甚至七章第四节 来,回比,拜 好,你们这边五十章的二十节 各位一般 好,希望永远你们关在心里 过去人家在于自己怎么不好 但是呢,我们不要紧帮助 因为主义书知道 主义书爱我们 主义书祝福我们 才我们今天 要像耶稣一样 如果我们心爱的话,安慰人 希望从家里开始走去 把英式带到家里去 把英式带到教会 把英式带到社会 一定会成功的 这是中国人的伟大的地方 新政 修身 亲家 找不好家里 平天讲的 世界不平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成长 我们信念时代 要比 耶稣的灵修更进步 比耶稣的信心更大 比耶稣的爱心更大 比耶稣的爱心更大 耶稣从这里复活 我们已经守起了 已经有几个他妈也 这是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得到的 这是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得到的 三摩大的爱 我们有信的生命 而且他升天了 猜浅了保费师 而且这是有真理的圣灵 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不是做的会比耶稣更好 我们是不是做的会比耶稣更好 好吗 今天不管任何人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珍惜这个新生命 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 来做神的工作 也希望所观今天的见证 我们在今天上课完了以后 叫他做一点点的见证 叫他做一点点的见证 本来是这个表演的就好了 要照相 要照相 这个太苦了 因为 我的手 那体目是我的手 他的手以前是最恶的手 拿酒瓶喝酒的手 两三个朋友三十个朋友 喝二十公升到三十公升 又拿这个酒瓶啊 拿大人的手 然后整个流血 用那个手 用那个手 脱巴巴的摩托车卖掉的时候 你看 他想到就哭了 有嘛 但是信主以后 他的手是拿圣经的手 很认真认读的 以前读圣经 不不不不不不不 现在读得很顺 他的手变成祷告的手啊 尤其在二十四号一夜的时候 在他们家里葡萄 他的手 他的手拿着麦克风 床瓶的手啊 麦克风那个干麦克风 人被人受伤了 他想到就哭了 但是 什么样我跟妳讲 可能以后 一遍掉到码头缝 少许在开极头 那边 其他人都没有 做生的工作 是 不可以讲 你来说 你要像工作一样 没有受到天 Wyanh的影响 现在站在你 有人照顾 以后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后不是一直这样 trainings 一个一个拍到手东西 可能三个月肯定六个月 不能这样来来去去的 因为台湾的管理是有助去的 所以我们在讲好的学习 好的长导 不是当长导的 没有人管 你要睡到几点都可以的 导告也没有 有时间去按摩 我们自己要创达的 然后神经没有很好的机会 以后不是这样的 因为既然你做了 像老弟兄一样 去观众他 这边没说得就好了 哪里可以这样 这边哪里有观众 200多公里的地方 我看他今天来的机会 一直赶着要来的 这样很重要 我可以把她爬入厅 还有一些人 三个爬去隔壁 这个心很破戒 难度的人 就慢慢来 阿们 阿们 哦 从离不离 你的心很重要 我们要参考耶稣的一生 耶稣我们要经过的 大家都要去炉没人 我们现在很好 我们要变化严重 有什么苦 一時打槓 絕對不要像劍一樣 劍一出去,劍斷掉了 太危險了,真的,他已經沒有用 關在哪裡,劍不會斷掉 他叫你彼此都要留 耶穌的偉大在哪裡 遇到受苦的時候 他不會報應你,會不會好地歇息 希望耶穌得到的祝福 我們每個人都得到 有地上的福氣 有地上的福氣 唱藏的書 一百零發手 我們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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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等到達人 我們待會兒 為之 為之